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6月5日 星期日 要跟大家 講講 現在 大陸的深圳最近發生了一些很奇怪的現象 深圳 很多朋友 說他的戶口 無端端被人封鎖了 有部分是學生 有些是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是最嚴重的 我們接到一個案子 在香港 人在大陸工作 香港人 他的卡 有大陸的戶口 原來深圳 規定 你又有大陸戶口 又有香港戶籍 他的銀行戶口基本上全部封鎖了 我們就問過一些熟悉的政府的人 他就說 這些人 都被界定為 通常都會走私 洗黑錢 所以他們是要嚴查他們的銀行戶口 所以 他們大部分都被凍結 我們有個個案 有個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綜合了那麼多東西 另外也有消息 就是現在每天 深圳銀行 也是 spricht大排長龍 早很早的人已經要去排隊 因為 很多提款卡 現在機會讓錢力賺不到 要去銀行櫃櫃拿 深圳以往也是試過 現金短缺 限制人士提款 現在我們要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當你輸入深圳限制提款 你也會搜尋好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年份 深圳也出現過一些現金短缺的情況 很多人要按現金 一時間按不到 ATM 即是桂圓機 按不到錢 要去銀行排隊 最近我們收到上面的人報料 說現在很多中國銀行 早上每天都6、7點已經在排隊了 原來他們是排隊拿醜 拿醜就扮你銀行業務 通常 到了10點左右 銀行業務就派出了 而且不再跟你裝作 銀行不裝你業務 那麼做甚麼呢 如果轉賬不知道可以嗎 我沒有問得那麼清楚 如果有錢還沒買股票可以嗎 不知道 存錢肯定可以 提錢就不行了 這個問題也很困擾 銀行打開門口做生意 為什麼會限制提款呢 是不是真的那麼大銀行 都沒有錢呢 這個我們真的不敢說 看看有沒有其他深圳 或者大陸的其他網友可以報料給我們聽 我們最近有一個 求助個案 他是香港人 也在大陸有戶籍 他的銀行戶口有十幾萬存款 忽然間被凍結了 而且 拿不到錢 和銀行滑船了很久 我們有問過那些朋友 這些個案 通常 都是因為 他可能是 懷疑他走私 洗黑錢 之而此類 以往 深圳或者大陸 對於這個 香港人回大陸 帶貨 其實 是一時時的 幸運就沒事 幸運就沒事了 糟糕了 這個很原始的故事 1978年 當時 大陸剛剛開貨 香港人開始回大陸賺錢 有些水客就知道 原來大陸有收音機 手錶 全部 是很好的 怎麼說 很好賣 一拿上去就賣到 一拿上去就賣到了 而且 每個人根本 求這些貨 是弱渴 完全沒有這些物資 最好賣收音機 他們想 有部分 深圳地方 廣東省 如果那個頻譜可以收到香港的收音機 當然啦 電視當然是 貴了 但電視你戴不了過關 收音機 手錶 那些比較小的東西 可以背負上去 所以當時有一個香港人 在香港帶貨上去大陸賣 總共賺了一萬元人民幣 當時 一萬元是很多很多錢的 1978年 一萬元人民幣 當時官價是對於100港幣 只能夠換到28人民幣 你想想 數字也不小 一萬元人民幣 等於三四萬元港幣 當時 你想想 七八年的三四萬元也不是一筆小數目 那時候 他有一次過關的時候被抓到 然後 當然是敲問 審問 那時候很害怕 很害怕之後 問他怎麼辦 然後他自己 最後和盤托出 就說因為走私 賺了那麼多錢 賺了總共一萬元 當時那個 海關 既然你賺了那麼多錢 現在這筆錢就要靠留在這裏 但是 你只能夠留在這裏 我們不會給你 不過我們 每天會給你生活費 直至這筆錢用完為止 這筆錢是怎樣給呢 每天給你一元 生活費 當時1978年的水平 一元就應該可以吃到 即是夠吃三餐的 估計 很便宜 但是 我也是奇怪 當時我沒有 很多年前 我都沒有當問 那個 90年代 我聽回來的 故事 他就說這個人 在大陸 被人捉住了 逐漸 困了很多很多年 他說自此之後沒有見過他 每天提一元 當然700年的一元 當然可以生存到 去到百多年已經生存不到 是不是真的要錢用了 給他每天一元才用 大家想想 一年才365 一萬元 要30年才用得完 是不是真的 他說 超過十年沒有見過這個朋友 當然這個我也不肯定是真還是假的故事 只是以前說有些香港人 在大陸走私 但是我的朋友 他們向他們求助個案 他就不是走私的 他只是 以往有些錢就存在深圳 在深圳做事 但是 雖然他同時擁有兩個戶籍 現在 錢就拿不到出來 所以他們也有很多困擾 然後另外一個求助個案就是他的朋友 就是一個學生 突然間 被人凍結了戶口 在銀行提款的時候 突然間 戶口凍結了 然後銀行就說 銀行就說你的戶口出現異常 所以就凍結 不是詐騙來的 真的是銀行 他說我是學生而已 平時 錢洗完之後 他把錢拿出來用 有甚麼異常 他說不知道 總之是你的戶口 測出異常 被人凍結 然後他問 原來 很多很多人 忽然間 銀行戶口 被人凍結了 不可以提款 不可以甚麼都不行 不可以轉帳 這個情況 也是反映到 是不是深圳 真的出現了很多銀行的問題呢 因為其實深圳本身已經 是有一些規定的 2007年也很早 就是 每人每日提現金不可以超過3萬元 其實比香港 每個星期不可以超過5萬元 即是你今天提了3萬元 明天最多2萬元 後日就提不到錢了 每個月 提款 不可以超過20萬元 銀行 也是有櫃檯拿錢 也是一樣 限制其實經常改 例如外匯也是管制 一年限換5萬美元 最近好像收緊了 收緊了多少呢 沒有公佈 聽說要收緊了3萬元 但是 詳細也沒有公佈 大陸最近 很多這些政策 都是口頭的 不准 只是口頭告訴你上級要這樣做 不會給任何文件 不會有任何文字 免得你放上網 很多 就是有些 減薪 我們之前報導過給大家聽 報紙沒有說 所有東西都沒有說的位望如深 深圳的教師就說限制 全部都要減薪 為甚麼要減薪 就是 經濟不好 政府沒有錢 但是減薪多少呢 只是操資要減薪 所有職效 所有獎金都沒有了 以前平均一年找30萬人工的老師 只剩下18萬至15萬 有些甚至15萬也沒有 你想一下是不是真的很嚴重 15萬也沒有 即是減了一半 是腰斬了 然後我們會看到 也是深圳 有公司派一些紙仔 深圳的公司 那張紙仔寫著 本人員總工資為多少元 自願降致總工資為多少元 這個工資還包含加班費 加班是自願的 在2022年的5月份 工資就會生效了 如果不願意降工資 理由就叫你寫進去 每人都放了這個紙仔 這本紙仔很小 還有員工簽名 還寫在年月日 他們說 在深圳做過教育培訓的高級教師 對記者說 公務員和教師薪金都減了 肯定是因為疫情嚴重 財政不溫 防疫也花了很多錢 企業都停了 房地產都停了 政府財政收入最大的賣地沒有了 不夠錢 怎麼辦呢 工廠又停 企業又停 也沒有人交稅 財政收入又少一大卷 防疫又要花那麼多人缺 政府 所以就要減薪 拿你們來開刀 政府一個月的薪水通常拿兩三萬元是很普通的 一減 就減了一半 因為學校很多 教師也好 工務員也好 有獎金也好 職效也好 很多補貼的 現在全全部都是 都只剩下一半 可想而知 那種經濟有多嚴重 你想想 對於樓市當然是嚴重 供樓的人本身三萬元 現在只有一萬五元點供 有些 有些不只買一層樓 兩夫妻也買一層 甚至乎特意離婚 那就死火了 那些是最糟糕的 深圳 我們要等其他網友多報到資料 是不是真的按不到錢 因為據說銀河很緊張 其他網友有相關經驗 或者被人突然凍結 麻煩你報一報料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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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